你还没打个电话 让我去迎迎你啊 今天老师放学早 我就没给你打电话 还有 您看我遇见谁了 叔哥 臭小子 你还值得来呀 那天班牙差点没出事 出 出什么事啊 行行行 别买后炮了 安盐 收拾收拾收拾 到时候就可以打烊了 好 抱着跟我回去去取点东西 先走了 拜拜 叔哥 好嘞 慢走 关门之前别忘了送客了 北达哥 你等一下 我给你泡壶茶 算了吧 天儿已经挺晚的了 我就先走了 谢谢你帮我修炉灯 对了 那个 这个 给你拿着 房廊报警器 对 这声特别大 一有什么事啊 你只要摁这个 叔哥肯定听见了 谢谢哥 你最近工作怎么样 我辞职了 辞职了 跟你哥做点小生意呗 啥小生意啊 桃花那公司 他不是去不了了吗 也不能闲着呀 你哥理想是设计师 我以前在那个售楼处 我瞎混现在也不愿意混了吗 就当他一个梦想活活人呗 若辞职就辞职 说闯完就闯业 我也太厉害了 开业的时候必须去啊 听见没有 这哪还等到要开业呀 以后你们有啥事 随时找我 得嘞 你看是不是可能挺选的 好 好 那 那什么这你留着 我我我我先走了啊 你待着 拜拜 这不管了 喂 婉鹏啊 你找我啊 我吃了药以后啊 迷迷糊糊的 睡得太死了 没听见 不好意思啊 什么 全给你的权利啊 你胆子也太大了 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能擅自做主呢 那你不在啊 我不在 我不在也轮不到你啊 欣益的人说了 今天不签 以后就签不了了 人家说什么就什么呀 你怎么不以自己的权利 做半年的争取呢 就这样妥协了 你懂不懂什么叫合作呀 一开始就被别人掐着脖子走 以后永远就陷入被动 你怎么能 欣益再签这样的合同呢 你大笔一挥挺潇洒呀 你这猪脑子 你说你 你还在干点什么呀 我 我就想好好做点事啊 我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 我不好好工作 你说我不务正业 我想好好工作了 你又不信我 既然你这么不信我 那把我留在公司 做个反射人 想我干什么呢 你把所有的权利 揽在自己手里 有权不救好了 你这样说什么 你给我滚 走 滚房啊 你可千万别责备孩子 孩子那也是一片好心哪 你要责怪就责怪我 是我没拦住他 这孩子脾气一上来 谁都拦不住了 真是 我真觉得这件事情啊 有点不妥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 他们怎么就突然过来 要签合同 不过也没事 他们公司的实力 在那儿摆着呢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过两天 我去趟上海 怎么样 直到如今 你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你放心回房 公司又完了 你啊 现在 真的要好好地休息 身体是第一位的 别总发乎 对身体不好 喂女儿 一个人喝酒啊 一起喝一杯 我请你 走开 你喝一杯骂子 我请你 干嘛呢 不好意思啊 自己一个人还喝上了啊 怎么哪哪都能看到你啊 多新鲜啊 酒吧你不加开的 董东边的屋里呢 一块儿喝呗 一块儿喝酒吧 你跟他勾搭在一块儿见了 真抱歉啊 让你失望 我打算先留在祖国 报效祖国国人情 瞧把你能的 没办法呀 像我们这种有才华的人 到哪儿都有人求 你说董志标 求你这个闲 不服啊 你是不是瞎呀 你有点脸吗你 我瞎不瞎不知道 但我敢肯定的是 书客肯定是瞎 你说什么呢再说一遍 董华 你可长点心吧 别在这儿瞎喝了 你再这么喝下去 没有的就不仅仅是男人了 你给人家乖 你过来 我的儿子 你再不仅仅是男人啊 你过来 我过来 我过来 就这样 Rudy 你过来 你过来 我们都不仅仅是男人吧 你过来 我们都不仅仅是男人 你过来 冷積我了 我可以了 你过来 这么多脸啊 没关系 等你老公什么时候有钱了 我们买副更贵的挂在家 来 我什么时候出都可以 但是人不赢 一旦错过了 可能就回不来了 别在心头的口袋 充满爱拥抱你穿过人海 是否你来自未来 抬着光芒站在黑夜 点亮我的世界 我心疼你 云总好 好 老黄 你回来了 怎么样 他们同意解约了吗 我今天求爷爷 告奶奶跟他们商量 他们就是不同意解约 为什么呀 他们说昨天签完约之后 已经把钱打给了教授 和项目制作团队 如果我们现在解约 不但拿不到投资 而且还要赔偿一大笔钱 那怎么办 你看能不能这样 我们多着急下 共同来承担风险 你看如何 现在只能这样吗 是是 这样吧 我去找李总谈一谈 看他愿不愿投资 好好好 好好好急了 老鹏啊 那个荣氏的预付款 还没到吗 就这两天 就这两天 我去催过他们了 放心 荣氏 你好 林总好 好 叶总 我按照您的要求 把公司的财务状况 做了一个汇醉 你先把这几笔资金 先挪用过来 按照合同的要求 汇给新爷 可是叶总 这几份都是需要 本周内付款的 先投上几天 等月底 荣氏的款项进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周转开了 好的 老鹏啊 老鹏啊 既然咱们决定要做了 咱们就把它做做好 对对 是的 这么大的项目 一定不能有半点的闪失 一定 放心吧 一定的 从现在开始 新叶影视这一块 我要全面地接手 你要亲自接管这一块 你连真人秀都没看过 你连真人秀都没看过 怎么接手啊 我会想办法的 你不用管了 你把所有项目的资料 全部拿给我 老鹏 我现在要出去一下 你帮我约一下 我要跟新爷他们的人 见面 好 你都决定了 我不是跟你说 不要那么着急辞职吗 等我这边有了眉目再说 等你都准备好了 要我还干吗用啊 这个月工资 也不是特别多钱 但是我这段时间 心心肤肤努力 考本是赚下来的 什么意思 我要入股这个公司 从今以后股东就俩 你 我 我跟你说 入股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我这个事情 现在真的是个未知数 保险系数基本为零 不是 你别在我 温度高的时候 跟我说这丧气话 行不行啊 人这辈子 是吧 得冲动几回吧 怎么得过一回这个 开工没有回头见的日子 要不是活儿多没劲呢 行 开工没有回头见 开工没有回头见 真确定了吗 真确定了吗 那我明天早上就去办 注册公司的手续 行 我去整理一下最近的客户 把咱们这个办公顶 也搞定了啊 就这么定了吧 来 来 来 加油 加油 总之像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运作成功的话 至少有十倍以上的收益 好啊 我呀 一直就想介入影视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项目 没想到叶总这次转型 居然对真人秀感兴趣了 你可得给我留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啊 有钱我们大家赚 你可不能吃毒食啊 那当然了 我肯定给李总留着了 有这样的好事 我怎么会忘了李总的呢 听说这种真人秀的节目 都是引进国外的 你这个项目也是 是啊 我从欧洲景进的 那版权的事 你都跟人家谈妥了吗 版权 什么版权 这种引进项目 都是要有授权的 不然电视台是不会要的 而且你的项目的布置 是要和人家的宝典里说的一样 否则人家会告你侵权的 我一直没敢做这事 就是怕惹麻烦 李总 你放心 那个事肯定已经解决了 行 绿芳 你真行 佩服 来 我们也预祝一下 我们合作成功 好 妈 怎么了 我没事 我打个电话 你去开车吧 真没事啊 没事 你走吧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闻 打个电话已闻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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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船 快来看看 真人秀大骗局 原版国外真人秀拒绝授权 星月影视人员称 项目资金已全部投入原发 可能写本无归 主创人员不知去向 请帮你借个调查 这是不是跟咱们公司 合作那家 应该是 你干吗去啊 不干了 找财务结算工资讯 不会吧 你们不是早就在等这一天吗 那也要感谢你的帮助 要不是那天 我们对那封邮件做了处理 这事早就被爆出来了 我看你也不是来帮你老板 收邮件那么简单 我想我们可以谈一下 公司对新业的投资计划 一直很有兴趣 可是就算把公司的钱 全部投进去还是不够啊 偏偏那么凑巧 荣氏在这个关口 和我们合作 还用预付款 补上了那个缺口 让整个签约看起来 那么地势在必行 我觉得 很有可能是荣氏 和新业合谋设计出来的陷阱 等着一回来跳 你还能够认识 分析得不错啊 如果是真的 那就应该赶紧跟明总 和叶总汇报啊 反正就来不及了 你真的以为明总 一点都不值钱吗 我明白了 新业的投资计划 和荣氏的合作 都是他一手推进的 难道他是故意 我想告诉你的是 有时候人不需要 在一棵树上吊死 更何况是一棵歪薄的树 你想让我背叛公司 这不叫背叛 这叫咎由自取 无论是书客还是公司 如果他们作对了 还会有今天这样的事发生吗 你难道对书客 一点不满都没有吗 你想让我做什么 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你只需要把原来的文件 删掉就行了 我不是在帮你 也不是在帮明总 怎样都好 明总让我一定好好谢谢你 一回 这次肯定是冲不下去了 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我得好好想想 不服务 没人接 那怎么办呀 这事也怪我 事先考虑步骤千算万算 把这版权根本问题给忘了 在此之前把注意力都放在 项目预算和收益上了 这样 我现在就去趟上海 看看情况 行行行 你赶紧去啊 我等你的事 好好好 爸 事情真的很严重吗 如果我们没有版权 就不能制作 不能播出 我们付出去的所有的钱 都收不回来了 收不回来 那他们可以申请破产 我们可以申报债权啊 他们破产了 公司的账上还会留钱吗 我们付出去的所有的资金 不仅全部打水漂不说 而且 我们还会背上全部的债务 这些 在你亲笔签的合同里边都有 难道你不知道吗 没等他们申请破产 我们就破产了 北京这房价也太高了 就这么点面积 就这么贵 这不是秃子头上的 狮子明摆着的吗 这是哪儿啊 首都北京 外边的人呢 想进来 里边的人呢 他又不想出去 那房价不就越来越高吗 想找便宜的房子啊 有啊 河北省 我跟你们说啊 树哥说的全对 你们知道我就找这几个地儿 我跑了多少中介公司吗 就留意的这儿还算贴谱呢 就这些都已经超出 我们的能力范围了 要不然这样吧 你在我那个茶馆前面那儿 弄个办公桌 办公 不行 怎么不行啊 树哥 你这里是招待那些高端客户的 还有你那些想亲近的老朋友 过来聚一聚 我一个设计公司开在这里 不合适 对啊 树哥 我们这办公室得在市里 您这位置五环外 不行太远啊 我怎么就搞不清楚 这地理位置呢 来 来 我给你普及普及啊 你看这缩小了以后 这是哪儿 这是东五环 树哥那在这儿呢 这是哪儿 压运村 北边 这是什么 安定门 你俩什么时候和好的 你管哪 不是 你考虑一下正事 好不好 我跟你们说啊 现在市场大环境就是这样的 房价越来越高 那政策又越来越严 于是没人买房 全都租房去了 导致这个租房市场 一路飘空 行了 你别说那没用的了 现在你们俩没地方办公 那成什么了 不成批包公司了吗 贝达 如果我们把家里车垫的东西 弄两张办公桌 你觉得怎么样 对呀 反正现在也没有真正的客户上门 两个办公桌 那足够了 就这么定了 嗯 都不会这么定的 就这么定了 你觉得不值得 这次的广告片很新银 以竹目者群像作为主题 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了 尽快把最终版给我 好 前几天去议会才知道 你已经立职了 上次是因为一些私事 所以走得比较匆忙 没有亲自跟您交进 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 都能理解 那你应该还在这个行业吧 方便的话 能告诉我是哪家公司吗 您找我有事啊 我还想让你来做我们的产品策划 其实我已经离开广告行业了 我现在在做室内设计 这才是我的本专业 是吗 这有点可惜了 其实一辉的策划部门很不错的 他们很专业 而且他们非常有经验 相信能有帮到 但愿吧 对了 你是学室内设计的 对啊 有没有兴趣往珠宝设计方面发展 珠宝设计啊 这两个专业好像跨度有点大 理论知识和相关技术您可以慢慢学 我看重的是你在艺术方面的天赋和感觉 这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你的高看和肯定 我现在只想做好室内设计 它不光是我的本专业 也是我的梦想 喂 刘总 对啊 现在议辉啊 先签人了好几个项目 公司的资金呢 需要周转一下 你有没有兴趣再投一点点啊 你听说了 是啊是啊 你在国外啊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喂 宋老板啊 我是叶慧芳啊 哎 喂 喂 杨总啊 我们现在的资金有点短缺 你 一如啊 我求你件事呗 你身上有钱吗 能借我吗 钱 怎么了 你全部财产有多少 我家里出事了 继续用钱 别动我玩了 你家大业大的 我跟你说真的 真的继续用钱 我 对了 我最近刚投了个小店 那 那你身边还有谁啊 让他们接下电话去吗 那什么 你都不认识 那 我问别人吧 好 我不认识 你了 我看看 李总 我们已经合作了很久了 我什么时候拖建了款资 对不对 今天留几笔资金已经到位了 明天你上班 我马上就给你结亲 行不行 喂 喂 叶总 容氏的人怎么样了 容氏刚发来律师函说 我们涉嫌参与信业影神的诈骗拒绝付款 你说什么 还提出要求我们赔偿 好 叶总 叶总您没事吧 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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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 姜阿姨 桃花 姜阿姨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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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总 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爸 我妈他晕倒了 快点打 快一二二零啦 快点 快一二零啦 快一二零 快点 快一二零了 快一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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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医 医生说 他就是激动过度血压升高 过一阵子就好了 放心吧 你妈什么阵子没经历过呀 多大点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看了 أست��다 我会看到 你很冷 你觉得我这样 我刚回来就听说你住院了 真快 想开点吧 公司没了还可以送头再来 什么都比不上身体要紧 你可是桃花的蜘蛛啊 你现在这个样子 可让那孩子怎么办呢 早知现在 好好休息吧 面膜为什么才知道 刚才这个是双型了 这个 算了 给面这个 因为我已经需要 하는角色说 公司现在的情况 真的很糟糕吗 是啊 我们没有收到 融市的那笔预付款 所以把所有的资金 都打进去了 现在融市一会员 就等于断了 咱们的资金链 真是雪上加霜啊 那怎么办呢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抽钱 如果要想渡过难关 必须把公司几个 大项目的违款 都收集起来 但这很难 即使你妈妈不躺在这儿 让她亲自操刀的话 也不一定能做到 更何况 更何况还有我这个爹呢 有你 头儿 我先走了 有事给伯伯打电话 明伯伯再见 那我就拾摸以待她 那我就拾摸以待她 有你 慢点 撒了个烫 桃花姐 你还好吧 没事 那阿姨她还好吧 她刚睡下了 你还把她疑问 好吗 贝德 派雁 你们都回去吧 心意到了就行了 行 那姐 我们先回去 走 走了啊 来来 我去找大夫了解一下情况 闺女 记住了 能用钱解决的事就不叫事 你怎么在家呢 我怎么不能在家呀 我怎么不能在家呀 昨天晚上做了一晚上设计困死我了 对了 你从哪儿回来的 你从哪儿回来的 医院啊 你跑医院去干嘛 你还不知道呢 是吗 舒哥 你怎么来了 不是 出了这么大事你怎么不告诉我 不是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忙忙糊糊的 哪有公事通知你啊 桃花他妈现在怎么样 病房里躺着他 桃花他 是吗 够价 现在公司到底什么情况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像是差好多钱 差多少钱 不知道 我搞不定 你也搞不定 差多少钱你就告诉我 想办法凑啊 兄弟啊 你的钱 舒克零了 可假意气 也不能讲到把自己搭进去 不过这是我们家的事 不管怎么说 灰风是我的前妻 桃花是我和闺女 为了她们 我砸过麦天 应当盈分 你就犯不上了 她们都在屋里呢 走吧 算了 在这个时候 我估计桃花也不太想见我 好 回头我告诉她一事 不用 我过两天吧 等她心情好了我再来看她 你先进去吧 随你 没吃 闺女 你都一夜没睡了 回去睡会儿吧 这儿我来陪着 去吧 爸 从明天开始 我白天就不能陪在这儿了 你要上班啊 或是我闯的 我不能这么条条子 不 那你想好怎么办了吗 车到身前比我落 总会有办法 是我闺女 那会儿 大胆地去看 天塌下来 爸给你盯着 陶总 下午签约的公司刚发来邮件 要求修改合同条款 你要不要看一下 陶总 我们上月投放的几书广告 客户对效果非常不满意 要求重新调整宣传语 陶总 我手上这几个项目的 场地费 人员费 还户籍失作费是否的 都偷了办法度月了 再不付的话 人家该告我们了 陶总 我们跟大巴公司 合作开发的工程 该付二期款了 另外我们办公室的 读约相别到期 下周之内一定要付 其下年度的读金才行 陶总 要不要看一下 陶总 我们不能再走了 陶总 你说一话 陶总 我们不要 陶总 好走 陶总 好了 要再说吧 这些资料 我会尽快处理完 然后再通知你们 我们先出去 这个是修改后的最终版 F3作为比亚迪的开山制作 我们选取了奋斗在不同行业的 真实车主 以他们为原型 讲述了主角为普通人的 真实竹梦故事 同时呢 也能体现他们忙碌 又充实的生活状态 因而引出比亚迪F3竹梦版 国民竹梦作驾呼应主题 同时也能体现百万车主 对企业的信赖 携手比亚迪彼此成就梦想 我们觉得整体效果还不错 不错 何止是不错呢 就你记得 我觉得算得上完美了 就用这个 作为比亚迪F3的广告方案吧 的 词 还算不错吗 在这边 我骗你 你看看 这行 我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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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骗你 我骗你 这么大公司 连这点工资都发布了 那可不一定 事到如今 就只能去找那些老毛病了 按理说呢 我应该跟你一起去 可是最近 我颈椎这个老毛病 又犯了他们的厉害 那您先去治疗吧 身体要紧 你一个人能行吗 行 那我就先走了 走吧 你好 刘总在忙挺多的 哦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